这个男人报警说自己马上就要生了 因为他能明显地感到腹部有东西在蠕动 并且肚子半有脚痛 这让消防员感到十分的震惊 他们首先怀疑是不是晚上吃坏的东西 但一旁的朋友表示他们只吃了一点寿司 男人也说他的饮食很简单 平常只是吃一些脱脂食品和碳水化合物 但不知为何总是拉肚子 还特别地喜欢放屁 这让队长非常的不解 他们决定再给男人检查一下 可没想 救护车上 男子的情况变得愈发糟糕 消防员也以下没有了方向 可没想这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一条套虫从裤子里钻了出来 这一场面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因为这种虫子可以在人类体内生存20年 他们认为一定是使用生死的时候感染了寄生虫 难怪他最近越来越瘦 原来是吃进去的营养都被虫子给吸收了 男人恳求消防员赶紧帮他把虫子给拔出来 却没想队长十分害怕这种虫子 他赶紧面临一旁的小帅来执行 只见小帅轻轻拉住套虫的一端 然后慢慢地往外挪动 此刻必须十分小心 因为一旦不胜拉断 断掉的部分就会重新爬回肚子里再生 这一画面让所有人都不忍止事 没过一会儿 一条十米长的套虫就被小帅给拔了出来 这个故事也警告我们 以防寄生虫感染 大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生死